2018台灣燈會在嘉義五花八門主題燈區色彩繽紛 在夜晚時透過空拍畫面俯瞰景色絕美 嘉義燈會結合聲光科技呈現前衛藝術感 但這占地實在太大面積50公頃還有18個燈區 嘉義縣政府已經提前預告一天真的逛不完 所以選出八大必看美燈 像是玩購嘉義燈區的人在草木間 海波浪 森林之泉 還有水上燈區的漂 正因為這些燈區精彩到三天都看不完 也吸引玩家空拍 但小心沒申請就飛 會觸發 非合法的進入我們空域 我們會予以干擾 讓他返航 申請透過的玩家只能在限定燈區內飛行 主辦方會根據燈號以及背心辨識 一旦被抓到違規空拍 可能被拘留3日或罰款最高3萬元 由燈會到現在 我們總共驅離劍數還蠻高的 已經達24件了 如果沒有傷害到人 我們會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六三條規定 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幣3萬以下罰款 管制這麼嚴就是怕空拍三保 商人也破壞燈區裝置 嘉義縣政府呼籲民眾可憑以身釋法 記者侯國安嘉義報導